各位关注中时电子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魏国燕 现在在台湾大学地质系任教 不过在去年以前呢 我也在行政院环保署担任署长 在2016年年底 我率领台湾的代表团参加了巴黎气候峰会 所以我对于这个全球气候变迁 以及相关的国际议题一直有一些关注 明后天川普和习近平就要在美国佛州见面 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呢 他们应该会谈北韩的问题啦 或者是货币政策汇率等等 不过我个人呢倒是觉得 关于这个全球变迁温室气体减量 可能会是一个对于双方都感到有兴趣 并且有利益的这样一个议题 所以我特别对这方面说一下我的看法 两方见面呢 其实我认为它是有虚有实 有明有暗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第一次见面呢 双方都希望呢 在全球的观众和关注者面前呢 显现一个两方友好 并且能够改变世界的一些局势或情况 受到欢迎的这个方向前进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刚好所谓的温室气体减量或减排的问题啊 会是成为可以切入的一个焦点 现在川普已经上任将近一百天了 其实我们看他的一些举措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他本人和他现在这个政府 并不是那么相信全球暖化这个说法 尤其他是希望在美国呢 能够有自己生产的能源 达到能源自主的这样一个目标 当他们这个国内页岩器啦 页岩油乃至一些石油能够尽力的开发 还有这个西维基尼亚州的煤矿 可以进一步开发的话 其实他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的达成呢 就跟两个事情有关 一个就是全球温室气体要不要减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已经在欧巴马任内呢 其实是签署了巴黎协定 那么这个呢 他必须做一个撤退 这件事情在某个意义上 其实中国也碰到很类似的问题 因为在十九大之前 我想习近平也不想声势 另外呢 在整个中国他的总的经济战略来讲 还是要达成比较高的经济成长率 这一切都有赖于能源的持续供给 而今天如果用非传统能源 也就是说用非化石能源 其实很多科技 比如说再生能源呢 并还没有完全成熟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都想要 都企图要有更高的经济成长率 他们必须呢 就要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但是如果不排放这样的二氧化碳呢 他的经济成长率又上不去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在往后的一年两年之内 两方都很希望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样的一个前置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那我就觉得呢 这次习近平到美国去谈呢 可能不见得很明显的要说这些事情 但是应该会体认这样的情势 因为现在美国这方面 他的2018年的预算已经出来了 他对于环保署有非常严重的 这个我们叫CUT 就是说他的预算经费都要减少 那他的问题所及呢 就有两方面 第一个美国的再生能源工业的 这个营收就会不好 甚至会破产 第二很多他的原来 专注于控制污染的这样的工业呢 也开始没有生意 但是这个时候我认为 中国很可能呢 就会进入美国呢 来购买这些 一时没有产能 或没有去路的产业 甚至可以引进 在美国研究气候变迁的科学家 然后回到中国呢 反而来充实他的绿色能源 做未来的准备 这是我对于这次 川普和习近平相会的时候呢 可能会触及的议题 不管是明或暗 虚或实 一个很重要的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